云林县在日前出现了一名脚踏车大道 会骑着单车四处找下手的目标 不论是办公室里头的3C产品 还是农田里的蒜头 统统变成它的囊中物 蒜农们好不容易等到采收季节 没有想到却有人的蒜田 被人徒手拔走了上百斤 损失至少有3000元 而侠局警方调约监视器 成功抓到窃贼 发现他是去年8月才出狱的 没有想到如今不知悔改 接连又犯下了多起窃案 农民们忙着低头采收 又到了蒜头采收季 失算产地价好不容易回稳 来到每台金30元 没想到却被窃贼盯上 跑来偷蒜头 你放在家里也会在那里头 有人要偷也拍红 用车车脑出来在寻寻 不过有差啦 护卫警方局日前货报有蒜田 被骑单车小偷 拔走上百斤蒜头 损失超过3000元 3月31号有远景执行勤务时 发现一名黄姓男子 骑脚踏车载着两袋蒜头 一路尾随便拦查 发现他就是偷蒜贼 还从他的拖车 发现电磁炉 笔电相机等3C产品 警察原来自明46岁黄姓贯窃 去年8月才出狱 依旧不知悔改 不论是办公室内的电子产品 还是农产品 通通都是他的下手目标 每次行窃 绝不会空手而归 我们查过这个黄姓犯前 有这些前科塑行 那就是适处寻找目标 随机犯案 讯后警方将他一连续窃盗罪 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要将他再送回牢里 好好反省 纪国正义云林报道